在台北有这么一家闲置的百年老宅 变身为时尚的泰式餐厅 在喧闹的士林夜市当中 这一栋从清代就建造的老房子 已经荒废60多年了 不过经过了设计跟改造 现在一走进去就让人惊艳 还真的是别有洞天 而端上粥的泰式料理 也是走创意混搭风 像是外头蛮少见的芭蕉虾饼 还有现捞现煮的香料爆炒泰国虾 都是一绝 开幕没多久就成为老涛们 口耳相传的美食秘密基地 我想说怎么地方那么小 结果再进来 哇好像桃花园一样 哇很特别 就很高兴来这里 被韬客形容是桃花园的餐厅 昔日原始荒废60多年的废墟 如今一走进来令人惊叹 就第二次来 因为我觉得这里气氛很不错 所以就还会想再来一次 我们是士林的百年老宅 然后结合了闽南式祭法 以及日式仿德式祭法 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古董呢 都是我们老板自己保存跟收集而来的 别有洞天的悠久古宅 摇身一变充满悠闲的海岛风情 白天被阳光拥抱 享受态势餐点 放松自在 不错 也不是很传统又带一点新草这样的 那种 其实很多些那种 那个创意料理那种感觉 除了视觉上的享受 还要挑战你的味蕾 香料爆虾 现捞自家养殖的泰国虾 泰国虾的话 它通常就是死掉的话 它的肉质会比较不一样 对 所以会导致说 它要以活虾来料理的话 那个口感是才会比较好 好 处理活虾后混搭台式做法 先沾干粉后炸 炸了差不多三分钟左右 因为它等一下就是大火快炒 所以它要炸熟 炸完后炒过爆香 除了蒜头 辣椒不可或缺的 当然还有颜色鲜艳的泰国香料 红绿辣椒 香茅 柠檬叶等等 爆炒完关键在泰国辣椒糕 一大火快炒之后 它的香味会有不同的 会有比较独特的一个香味 然后虾子 鲜血调味加点鱼露绍兴酒后香味四溢 香气十足的泰国虾就能上桌咯 我喜欢打炮鸡 因为还有一鸣脆片 可以让口感更脆 其实争取来说你觉得是好吃的 对 很好吃 将传统的泰式料理元素结合创意 混搭的招牌菜色 还有芭蕉虾饼 我们会先把芭蕉做切片 然后以三明治的方式 把虾姜夹在我们的芭蕉里面 虾的血腰 主要是以炒虾为主 接着将酥炸粉调成面糊状 为了让口感吃来Q又扎实 因此内馅特别选用芭蕉 不用香蕉 那香蕉的话 它本身口感是属于比较软一点的 那芭蕉的话 它本身有带一点Q度 所以它的口感上面会比香蕉来比 香蕉而言会比较好一点 裹上面糊后再沾起司面包粉 炸得外酥内嫩 吃来咸甜够味 而另外双味烤透抽 一种菜色两种感受 一用日式盐烤的方式盐烤 二用泰国酱汁为主 腌过后降烤 那我们透抽选用是印尼的急速冷冻的 印尼透抽 对 它口感上面会比较Q 然后再来是它味道比较鲜甜的 因为主要的话就是外皮烤的话 主要外皮是比较硬比较脆 但是里面它是软Q的 边品尝美食边感受复古风情 这一栋从清朝就盖好的大宅 从西元1950年代之后 由于屋主移民房子荒废60多年 后来因为屋主意外跟老板相识结缘 才得以重新赋予老宅新生命 其实很多观光客来看到这样的氛围 他们都会就是 Oh amazing 都是nice 的木窗就是保有原来的样貌 然后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红砖 它都是以前早期在当时 非常有名的景德镇所制作而成的 对 然后还有一些马赛克磁砖 跟阿拉伯磁砖 都是早期才会有的 所以现在其实很少地方都会看到 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隐身在人来人往的忙碌夜市里 这一栋古鸡结合异国料理 在老宅里沉淀 能细细品尝慢活人生 这一栋古鸡结合